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长夜静明大热,罗云熙所扮演的大魔头谭台镜自然成为了她的招派人物 罗云熙自出道以来也出演过不少古装剧中的人物 其中也有不少反派人物 但是谭台镜这种邪魅、风批、纯粹于一身的人物 显然还是罗云熙的头一遭 无论是角色的塑造 还是里面罗云熙对于谭台镜这个角色的性格与魅力的诠释都很成功 再加上长夜静明的热播 让罗云熙的人气暴涨 就连曾经与她有过一面之缘的芙龙飞也被挖了出来 由此可见 这部电视剧的火爆程度绝对不能小看 长夜静明中罗云熙的表演的到了大家的肯定 沉香如谢忠诚一所扮演的宣言 也展现出了邪魅的一面 山河令中 龚俊所扮演的温克行 风魔所扮演的鬼谷之主 更是让人为之神魂颠倒 虽然都是邪魅 但罗云熙与诚意与龚俊所扮演的角色 却有著不小的区别 长夜静明里的谭台镜 就是一个骄傲而又多病的家伙 由于自小就饱受磨难 所以她一步一步地变成了恶魔 看似人出无害 面对任何人的欺负 她都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但是受过的欺负 谭台镜都记得清清楚楚 当她变得更强时 谭台镜也会狠狠地收拾欺负过她的人 罗云熙扮演的是一个疯狂的恶魔 她那浓眉大眼的脸庞 给人一种妖孽般的感觉 再加上谭台镜本身就是一个单纯的人 所以罗云熙很好地将这些特质 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最后 罗云熙扮演的谭台镜 给了所有人一种震撼的感觉 在《沉香如泻》这部仙侠电视剧中 陈宇曾经扮演过三个角色 而最让人过目不忘的 当属魔尊玄业 她那一头银白色的长发 那一脸玩世不恭的表情 让她一出现 便瞬间夺去了所有人的目光 她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 她的戏份并不多 但是她的癫狂 她都被陈宇演绎的恰到好处 《沉香如泻》中 玄业一生都在诠释和爱情中徘徊 那只是她的一场梦 她对自己所爱的人的执念 让人动容 陈宇的演技很好 长相也更符合那一头白头发 穿着一身黑色衣服的玄业 这一点在诚意饰演的人物里 玄业的形象还是很有特点的 再比如《山河令》里 龚俊扮演的温克行 一开始就是一个花言巧语 风度翩翩的男人 然而在她儒雅的外表之下 却是一个心机深沉的男人 能够从鬼谷长大 成为鬼谷的谷主 可想而知 温克行的阴暗一面 是多么的恐怖 《山河令》中的温克行 在黑化的时候 总是一身大红色 目光锐利 既有一种癫狂的快感 也有一种隐隐的忧伤与不安 龚俊将温克行的性格演绎得很好 正是因为喜欢 才让龚俊在《山河令》结束后 火了起来 《长月静明》里的谭台辉 《陈香如谢》里的宣夜 《山河令》里的温克行 这三个人物 都有助邪魅 风批的一面 当然 这三个人物的出现 也是有助一定条件的 那就是罗芸汐 诚意与龚俊 这三个人物 都是颜值极高的 其中罗芸汐与龚俊 可以说是能演戏的新生代演员 与邪魅这个角色 十分契合 首先 罗芸汐 龚俊和诚意三个人的表现都很好 所以 他们的表现 才会让人觉得 这三个人 才是最重要的 在《长月静明》中 罗芸汐扮演的谭台劲 与他之前的所有角色 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这部电影中 他和黎苏苏之间 有一段非常新鲜的爱情故事 无论是人物设定 还是剧情 都非常吸引人 所以《长月静明》一上映 就火了 罗芸汐 诚意和龚俊 都是邪魅一族 各有千秋 你觉得他们三个 哪个更有魅力 哪个更受欢迎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加关注